大家好,那么波兰的准备出兵乌克兰 这个消息得到了乌克兰情报局的证实 乌克兰的军事情报局掌握了一份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亚罗斯瓦夫米卡克斯将军的命令 就是现在封面上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实际上是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亚罗斯瓦夫米卡克斯 他签署的命令通知波兰武装部队全体人员 准备好控制乌克兰两个战略设施 包括利沃夫以及沃林 这两个地区实际上都在利沃夫 乌克兰的西部也就是卢茨克到利沃夫这一带 这个沃林地区实际上是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一带 卢茨克 我之前曾经去过卢茨克、罗夫纳 他是在卢茨克的东部 实际上可以看到 现在波兰正言沃林、利沃夫这一线部署军队 要控制相关地区的战略设施 现在这份文件已经得到了乌克兰战略情报局的相关证实 也就是乌克兰主要情报局已经证实这个文件的真实性 是由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罗斯瓦夫签署 波兰的出兵乌克兰 我在28号时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大家可以去翻看我28号那篇视频 那篇视频实际上我引述了当时的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帕特鲁舍户 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公开的信息 这个信息最后证实是来自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 这个实际上俄罗斯媒体也在报道 国内媒体也有报道 那么纳雷什金他表示 已经收到关于华沙与华盛顿计划 在乌克兰西部恢复历史领地相关的计划 从现在的情报来看 以及乌克兰国家的安全局乌克兰情报单位掌握的这个信息 就这份命令 向波兰军队下达的占领利沃夫相关重要基础设施这个命令来看 帕特鲁舍夫以及希尔盖纳雷什金 他之前的报道是真实的 那我呢最后给大家分析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波兰瓜分乌克兰 我个人认为有三点 最后呢我谈谈我的看法 波兰瓜分乌克兰呢 有历史现实 以及包括现在波兰执政党三重利益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啊 因为我现在对波兰以及乌克兰的历史现状 基于我自己的判断 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那么基于历史啊 我简单告诉大家 波兰和乌克兰的历史实际上一直就是双方在不断的进行什么不断的进行分裂和统一分裂和统一 波兰他一旦强大他一定要统一乌克兰 特别是乌克兰西部 这就是历史 所以我判断很多事情是基于历史啊 那大家知道波兰呢 上一次收复乌克兰东部地区 也就是利沃夫 是在什么 是在二战啊 也就是1917年 当时乌克兰的西部曾经独立 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呢 实际上乌克兰呢 曾经短暂的独立过 特别乌克兰西部 那随后呢 1917年啊 那乌克兰的西部呢 属于柏林以及莫斯科中间的缓冲地带 那么波兰呢 认为乌克兰的独立对自己是一种威胁 随后呢 波兰出兵乌克兰 与苏维埃 也就是苏联一起瓜分了 当时独立的乌克兰 当时乌克兰曾经独立啊 1917年 那波兰与苏联一起瓜分了 当时已经独立的乌克兰 那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呢 实际上呢 将整个当时独立的乌克兰一分为二 那乌克兰的东部 就现在乌东地区归苏联 那乌克兰西部 利沃夫这一带呢 被波兰吞并了 这就是一战结束以后 第一次 也就是第一次瓜分乌克兰 那基于历史呢 波兰有瓜分乌克兰的传统啊 所以这点看呢 从一战结束啊 一直到现在波兰国内一直有啊 各种声音要恢复对乌克兰西部 利沃夫的统治 在波兰的每年还会召开各种各样的这种 纪念活动 纪念对利沃夫的统治啊 甚至呢公开啊 公开宣传这个利沃夫属于波兰领土 实际上也遭到乌克兰 包括他的外交部啊 包括乌克兰的 相关政治人物的反对 但是现在来看呢 波兰已经赤裸裸的要准备啊 要准备收复利沃夫 收复整个乌克兰西部 这是基于历史 那么第二点基于现实 基于现实呢 就是现在德国 大家知道一个国家想要做成 对吧 这么大一件事啊 瓜分乌克兰西部 他一定要考虑现在地缘政治 那么地缘政治就是最现实 我呢 把现在欧洲的地缘政治情况 大家讲 大家知道 波兰呢 想要瓜分乌克兰啊 一定要在地缘政治上 处于优势地位 他才能动手 那么现在来看呢 对波兰来说啊 这个地缘政治对波兰非常有利 那波兰呢 大家知道他位于欧洲的中部 他一左一右 地缘政治嘛 要看自己的邻居一左一右 他现在处于什么位置 那么咱先来看 他左侧这个德国 原来呢 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有这个北溪二号 也就是呢 德国可以绕过波兰 直接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 那么波兰不能影响德国 那么如果波兰动手乌克兰 德国给波兰的压力会很大 你要听懂啊 德国和俄罗斯这北溪二号 打通以后呢 波兰对德国影响减少 波兰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弱势 那么现在再看 北溪二号因为乌克兰战争 德国已经叫停了 我觉得现在北溪二号 长期来看 也很难再恢复 所以德国更加依赖于波兰 为什么 波兰有波罗的海管道 波兰有油气管道 德国的油气 现在来看要依赖于波兰 也就波兰呢 手里边有了一张筹码 那么对德国 它就处于地缘的 地缘政治优势地位 这个波兰的波罗的海管道呢 实际现在来看呢 对德国是至关重要的 那说完了德国啊 那波兰的右边呢 是乌克兰 乌克兰方向呢 实际上对波兰更加有利 波兰可以利用 乌克兰国内的内战 对吧 乌克兰现在它的政府不稳定 它的国内呢 也出现动荡 及时出兵乌克兰 实际上呢 可以利用这种动荡 完全占领乌克兰西部 又不引起各国家的反对 各国家的怀疑 反而波兰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对抗俄罗斯嘛 打着对抗俄罗斯的名义 才会把你 是吧 就把你整个乌克兰西部 吞并了 是吧 驱逐敌人 然后呢 我进来 我进来以后呢 将当地同化 波兰语 是吧 使用波兰文字 甚至我占领你关键基础设施 你看这个波兰的总司令 下达的命令 占领乌克兰西部 所有的乌克兰西部 极重要的基础设施 就把整个乌克兰西部控制住 完全由波兰军队控制 而不是由乌军控制 你可以想象啊 整个乌克兰西部 全部由波兰人控制以后 他还会离开吗 所以在地缘政治上 现在看 美国支持的 因为美国现在需要小地冲上去 谁冲上去 这块肉我给谁 波兰现在可以 美国支持 你看 东边 对吧 西边 东西两边 波兰都拥有了地缘政治优势 这是基于现实 第三点呢 是基于现在波兰的执政党 他的利益 那么出兵乌克兰 实际上对波兰 国内的政治生态也是有影响 我先介绍一下 现在波兰国内的执政党 叫法律与公正党 简称是PIS 它是波兰啊 一个极右的民粹主义 以及民族保守主义政党 也是目前波兰的执政党 第一大党 创始人是卡钦茨基 2001年6月13号成立 总部在华沙 党员是四万五千人 那法律与正义党呢 赢得了2005年波兰议会的选举 首次造成少数派联合政府 卡钦茨基呢 在05年波兰总统选举中当选波兰总统 孪生长兄 另一个卡钦茨基之后任波兰总理 07年的波兰议会选举 该党败给了公民 纲领党 10年波兰空军 他的一架图154坠迹 该党多位领袖丧生 包括总统卡钦茨基 那卡钦茨基兄弟反腐败 保守主义 法治的观点是该党的主要纲领 该党信奉自由市场经济 但采取干预主义 并采取倾向与拥护天主教会的 社会保守主义立场 包括反对堕胎合法化 安乐死 性教育 LGBT权益 该党是欧洲 怀疑主义政党 属于 宜欧派 与欧洲保守改革联盟 在照波兰国内的大选 2023年即将举行 包括议会选举 那现在的执政党 法律与正义党 他的民调并不高 很有可能2023年 他会失去执政党地位 那么现在来看 法律与正义党 他想维护自己的统治 继续执政波兰 他只有打出 出兵乌克兰这张牌 也就是刺激国内的民族主义者 因为现在在波兰国内 有大量这种 有历史情怀的 包括历史财产 认为利沃夫是波兰领土 所以将利沃夫重新夺回 夺取利沃夫 重新夺取乌克兰西部 有可能打民族主义派 也包括波兰会利用这个机会 宣布我们终止了战争 保护了乌克兰人民 控制了乌克兰西部 另外也通过这个机会 让波兰国内的民族主义高涨 我的军队至少还在乌克兰领土内 还占领了乌克兰相关重要基础设施 当大选结束以后 到2023年到明年 整个波兰军队还在乌克兰驻扎 那么大选一结束 他继续上台 到时候还可以继续撤兵 如果乌克兰 乌克兰国内形势有变化 他还可以长期在乌克兰驻扎 所以对他来说 他并没有损失 而且还获得长期执政波兰 实际上打民族主义派 在波兰很多政党 那现在我了解最新情况 波兰武装部队 它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利沃夫 与波兰的边境地区 已经在乌克兰境内了 特别是波兰向乌克兰提供了 232辆的特7-2M主战坦克 所以波兰部队 实际上随着这批坦克 实际上已经进入到利沃夫 后续包括波兰的第18计划师 也会随着援助乌克兰相关重型武器 一起进入乌克兰境内 从现在情况来看 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公布了这份文件 实际上乌克兰当局 也对波兰的行动有所警惕 但是从现在来看 美国并不反对 所以现在在波兰与乌克兰之间 实际上有一场暗战 这就是现在我一直关注 乌克兰的情报局 包括泽连斯基 基辅当局 怎么看波兰军队进入乌克兰 实际上也在考验基辅 实际上俄罗斯也非常关注 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作战 如果波兰军队到达利沃夫 控制了整个乌克兰西部 对俄罗斯他的军事行动也是有影响的 波兰现在正在利用美国 实际上波兰利用美国 让波兰冲在一线给美国当一个跳板 所以现在来看 我觉得波兰也是在利用这场危机 乌克兰的态度就非常关键 特别基辅 基辅现在很尴尬 波兰一方面给他援助了 232辆重型坦克特7-2M 另一方面自己的士兵又抵达利沃夫 占领了利沃夫周边的相关的重要基础设施 这对乌克兰来说实际上 就是一种主权的丧失 那么如果基辅当局没有任何态度 和波兰方面没有任何的抗议声音 我觉得这对基辅 现在乌克兰利用国际媒体 把这份文件公知于众 实际上就是在向美国以及波兰施压 我觉得后续美国和波兰会否认 但是相关的计划还会推行 因为现在美国它的军队很难进入 美军直接进入的话 实际上对乌克兰形势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美国不会轻易出兵 但是波兰现在有意 所以美国一定会利用波兰 表面上否定 但是我觉得波兰会有一个变化 它的范围会缩小 另外它的人员会调整 不用现役军人 很有可能用顾问兵 现在乌克兰国内 大量的波兰顾问兵已经到了乌克兰境内 它会利用顾问兵 但是我觉得美国以及波兰 吞并乌克兰西部这个计划不会改 因为乌克兰它的自己的兵力 以乌克兰国内它的整个包括它的国防体系 现在已经完全崩溃了 告诉大家实情 现在乌克兰整个的国防体系已经崩溃了 遭受俄军重创 所以波兰还有美国 它绝对不会相信乌军 它能抵挡住俄军的进攻 所以它更相信自己北约的军力 所以在乌克兰西部它要控制住 美国利用波兰占领乌克兰西部 波兰实际上它的执政党也是利用这一点 获得明年大选的胜利 所以基于历史 现实以及现在执政党 它自己的自身利益 我觉得波兰出兵乌克兰西部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